猫眼生意经,案例讲你听 这些企业将咖啡店当作广告平台 常年投放广告 还能指定购买某一个专业的学生信息 根据PN号展开招聘计划和调研活动非常划算 那大学生为什么愿意出卖隐私呢 想想,大数据时代 我们每个人的信息都在被各平台抓取 却没有任何的回报 相比之下,Silo Coffee要更透明且滑得来 学生们没准还能获得大企业的面试机会 总的来说,它就像一个中间商 把大学生信息和企业需求连接起来 实现三方共赢 你觉得这个模式在国内有看透吗